我看着地上散落的裙子,娇嫩的粉色,法式少女风,浴室里传来嘻嘻沥沥沥的水声。 走近,瞳孔被刺了一下,半透明的磨砂玻璃上印着凹凸玲珑的曲线,玻璃门正巧拉开,小姑娘只裹着一条浴巾, 瓷白的锁骨,笔直修长的腿,湿漉漉的黑发贴着她巴掌大的小脸,目光相撞。 小姑娘瞳孔颤了颤,但随即笑意乖软,姐,你回来了。 我转头,看长生鹤丽在门外的林毅,不是说见客户去了,她是客户。 林毅反击,她是谁,你不知道。 知道啊,只是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了。 小姑娘听出我的话外音,一下红了眼,姐你别误会,我被雨淋了,碰巧遇到林律师, 她让我进来洗个澡,我问你话了吗? 林毅皱眉,陆宁,有情绪冲我来。 我笑出声,我在自己家里看到活色生香的场景,问两句就成有情绪了。 林毅眼洁微颤,但面色是一贯的克制。 陆宁,她被雨淋了,恰巧被我看到,不过洗个澡,值得你这么发疯。 我冷哼,好一个恰巧。 林毅的眼神是残忍的冷静。 陆宁,我发现你真够可笑的。 让我照顾她的是你,现在来阴阳怪气的又是你。 我当初就说过,你连自己的小家都经营不好,学人当什么慈善家。 别忘了,是你把苏畅领到我面前的。 是,小姑娘叫苏畅。 我资助的学生。 那是我去山区散心。 经过一所高中时,我遇到了卖洋芋的苏畅。 她当时不过十五六岁。 一身打满补丁的灰布裙,在同龄穿校服的孩子里格外醒目。 她窃窃地问我,姐姐,你能不能买一块洋芋? 或许是她当时的眼睛太纯净,又或者是她手臂上的鞭痕太扎眼。 我停下了步子问她,你为什么不上学? 我要卖洋芋。 一定要卖吗? 不卖会被打。 如果我可以让你不用卖洋芋,并且没人再敢打你,你会想上学吗? 她错愕几秒,然后点头。 我花钱脱关系,让苏畅重返高中。 用自己的专业,把家暴她的继父送进监狱。 林毅知道后,眉头紧锁。 陆宁你能不能别总这么自作主张? 你连自己的小家都经营不好,学人当什么慈善家? 苏畅当时躲在我身后,像是惊恐的小鹿,看都不敢看她。 但我决定的事情,向来不会半途而废。 我请林毅放心,资助的钱,从我的婚钱财产出。 林毅没再干涉。 后来苏畅争气,考上大学,就在我所在的城市。 我请她来家中,亲自下厨为她庆祝。 提前跟林毅打预防针,小姑娘胆小,让她别白冷脸。 餐桌上,苏畅说谢谢姐姐。 对林毅还是那副怯生生的模样。 林律师放心,我一定会好好学习,以后报答姐姐。 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是真心拿苏畅当妹妹的。 短短几年,女孩还是那个女孩。 只是眼里的纯净,好似萌了沉。 而林毅,对她的态度也变了。 即便是今天如此荒唐的场景,她依旧举傲,嘴角带着无情嘲讽的笑。 陆明,你现在疑神疑鬼的样子,很丑。 林毅带着苏畅离开。 我盯着还弥漫着水雾的浴室,看了很久。 我疑神疑鬼。 一星期前,苏畅的手机落我车上。 屏幕上跳出来的信息骤然入瞳孔。 利,好了,别闹,像是某根弦被猛的一扯,手下意识地点开。 我马上毕业了,能不能去您的律所实习? 为什么不说话? 是害怕姐姐生气吗? 可不可以吗? 终究是窥探欲占据了上风。 我滑到最上的一条,时间已经追溯的一年前。 苏畅的一句,谢谢林律。 林毅起初没有任何回应。 小姑娘切而不舍,道谢,感恩,汇报学习进展。 终于有一天,林毅忍无可忍,现在不怕我了。 苏畅连发好几个表情包。 林毅,您这个微信号不是气号呀。 林毅很喜欢别人害怕您吗? 可您明明帮了我的。 慢慢地,苏畅从小心翼翼变得肆意活泼。 字里行间都是天真烂漫的分享欲。 比如说,有男生跟他表白。 林毅淡淡,所以,他答,可我喜欢成熟稳重型的。 所以,就没有所以喽,光看聊天记录。 林毅不热络,不拒绝,不表态。 甚至一点实质性出轨的证据都没有。 可我知道,不再无意义的人或是上浪费一丁点的时间精力, 是他一贯的原则。 而这些原则,他为苏畅通通打破了。 林毅彻夜未归。 我平静地整理思绪。 平静地处理工作上的烂摊子。 然后去律所找林毅。 男人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。 苏畅也在。 看到我,怯怯不安。 但紧贴着林毅的身体,纹丝不动。 我开门见山,让他做助理。 你有问过我的意见吗? 林毅四听到什么笑话? 陆宁,你以为你是谁? 为什么要试试争得你的同意? 是,我和林毅在一个团队。 婚姻里,我们一地鸡毛。 工作上,我们依旧是捆绑的搭档。 见气氛紧张。 小姑娘咬了咬唇,林毅,要不还是算了吧? 姐姐一定是觉得我能力不够。 怕什么?有我。 林毅目光落在我身上,她当年,还不如你。 小姑娘好红,眼里瞬间有了光。 人是觉不醒装睡的人的。 不管是林毅,还是苏畅。 我将错得一塌糊涂的数据表推他们面前。 林毅,职场不是你play的一环, 你要什么助理我没意见? 但擦屁股这种事,你自己来。 哐一声,林毅手中的钢笔被她重重丢在桌上。 陆宁,因为工作我才对你一忍再忍。 那恭喜你,不用再忍了。 今天来就是为通知你,我退出团队。 林毅塞帮微动,陆宁,跟我赌气,你会后悔的。 赌气? 赌气是渴望关注和回应的表现。 而我,绝不允许自己产生这种可悲的内耗。 我请了三天假,搬家。 而这期间,林毅带苏畅加班,见客户,赴宴会。 我为什么知道? 自然是得益于她朋友圈的分享。 文字,配图,定位。 清清楚楚,明明白白。 最新的一条,过去的不重要,重要的是现在,配图是一个男人的手。 位置显示在西郊名流会所。 林毅的私人局据点。 这个地方,她从不会带无关紧要的人过去。 苏畅,到底是不一样的。 打印机刷刷吐出几张纸,我捡起出门。 会所。 包厢里的人怕是已经没少喝,扯着嗓子。 小苏啊,你可是林毅头一回带来这的女人,她陆宁也没有过。 陆宁。 她做合伙人行,做老婆呀,多少有些强势了。 要我说,还是小苏这样的好,温柔可忍。 苏畅软萌的声音格外好认。 各位不要开我玩笑了,传出去可不好。 她语气苦恼,特别是陆绿,要是被她听到了,一定会很生气的。 我推开门,闹哄哄的包厢一瞬间消音。 众人错愕中,我平波无澜地走进去。 不请自作,就坐在苏畅的旁边。 继续聊啊,怎么我一来,你们就不说话了。 小姑娘嘴唇恨不得咬出牙印。 我笑,林毅呢? 她紧着嗓子。 姐姐,林毅出去买东西了,一会就回来。 你还是叫我陆绿吧。 我打量她,我听着更顺耳。 小姑娘眼眶一下红了。 有人打圆场。 陆绿,苏助理今天是陪林毅来谈工作的。 刚刚也是,大家喝高了,胡言乱语了几句,你别多想。 她边说边上前,来,喝一杯就都过去了呀。 我不接,这酒于情于理,不该我喝吧。 僵持中,苏畅锦敏的唇张开,我喝。 我微微笑,没说话。 苏畅伸手。 然后,手一抖。 白色连衣裙瞬间被大片酒叶染红。 连带着胸前的起伏都若隐若现。 小姑娘眼眶泪水打转,苍白的小脸微扬。 眼角的屈辱和脆弱简直像是无声控诉。 林毅就是这个时候出现在门口的。 欲贴的正装,身姿齐长。 往那里一站就是浑然天成的金贵气质。 除了手上捏着一瓶相当为和的草莓牛奶。 陆宁。 男人阔步而上,脱下自己的西装将她裹住,面色骇人,道歉。 我猛了两秒,酒是她自己要喝的,也是她自己往自己身上道的。 我道哪门子歉? 林毅眼风更加伶俐。 陆宁,她不是你,没你那么多心计。 也不像你那么有本事,在男人面前游刃有余地陪笑又陪酒。 我的脑子被炸出好几秒的空芒。 说真的,苏畅这种段位的,我不屑放心上。 但被自己的丈夫当众问头道歉,挫伤得何止是体面。 但也没有陪笑又陪酒来得冲击大。 恍惚中,我大概意识到她指什么。 一年前,一个标的额数亿的投融资项目,最终入围的是两个团队。 林毅和她的死对头,沈渡。 可结果眼上,林毅得罪了人。 说是在酒吧里抡了人一酒瓶子。 我不相信,林毅干不出这种事。 直到我在医院看到泪连连的苏畅,才知道林毅是帮在酒吧打工的她出头。 我没空去计较苏畅为什么会去那种地方打工,因为更麻烦地在后面。 被抡酒瓶的,偏偏是林毅当天约见的项目方代表。 那段时间,我眼看着从不抽烟的林毅,烟不离手。 我知道,她不甘心。 于是,我想到了林毅的死对头。 既然甲方的路堵死了,还胜对手。 是我传局设宴,求沈渡。 都是一个圈子的,我知道那个项目对她来说可有可无。 但对业务转型期的林毅很重要。 那天,我提着酒瓶,闷头就惯。 对方只问,你真想要。 我点头。 她云淡风轻硬了声好,过于顺利让我高跟鞋都惊到意外。 她胳膊挡了一下,稳住我。 然而,事情就是这么出人意料。 林毅来了,看见了。 没问一句,喷一声把门关上了。 眼门的瞬间,她漠然的脸上挂着明晃晃的厌恶。 林毅拿到了项目。 偏我们的关系,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 此刻我终于回过位。 像是被人兜头浇了一桶的冷水。 我冷眼扫过众人,扫过林毅身后的酥畅。 然后抓过桌上的酒,泼了出去。 速度太快,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。 红酒粘稠,林毅眼里的寒光从滴滴答答中射向我。 但到底是林毅? 哪怕满身污浊,她也能面不改色,取过纸巾,慢条丝里地擦。 然后用毒属于她的冷傲,薄唇清线,露宁,离婚吧。 话如惊雷,林毅的目光刀锋一样刮在我脸上。 我懂她这一刻的眼神。 林毅时常说我是一只刺猬。 浑身是刺,从不懂示弱。 她现在当着外人的面跟我提离婚。 是要将我身上的刺硬生生拔光。 至于我是否会因此受伤,她已经不在乎。 露宁,我对你的忍耐,到此为止。 你给我听好,苏畅是我的助理,你没资格动我的人。 空气凝结成冰。 不合时宜的,门口有人笑出声。 我偏头,猝不及防地撞上一双没撤的毛子。 那人一身黑衣黑裤,浑身散发着自意不羁的脾气。 明明是笑脸,偏有种使人浸入寒蝉的压迫感。 有人认出来,立马陪着笑,沈绿怎么来了? 那人耸肩,我也不想的。 他不请自入,站到我身侧,这不是我的人,被你们扣这儿了。 一秒,两秒,林毅下额线条紧绷,额头倾筋尽险。 我知道,这是最直接,最刺骨的敌意。 林毅是领地意识极强的人。 来人的话,不亚于冒犯激进地侵略折你的人。 他嘴角扯出笑,沈绿怕不是盲昏头了,你口中的这个人,是我老婆。 是吗? 他指了指苏畅,可你刚刚明明说,他是你的人。 他是我助理。 对啊,照你的逻辑,助理是你的人,那陆宁作为我的合作伙伴,为什么不可以是我的人? 不亚于又一记惊雷。 林毅眼里似有火蹦出,凛冽目光锁在我身上。 陆宁,你知道他是谁吗? 我学他反击,他是谁,你不知道。 沈渡,林毅的死对头,一年前把项目让给我的男人。 林毅抵着腮帮,没了好一会,一把扯过我。 冰锥一样的声音,一下一下凿在我耳畔,所以呢,你这次又靠什么? 陪酒? 陪笑? 还是和一年前一样,陪睡。 我突然觉得特别冷,像光脚站在冰天雪地里。 林毅在眼瞎心芒,也不该质疑我的人格。 巨大的愤怒排山倒海袭来,我将包里随身带的离婚协议甩他脸上。 离婚是吗? 签字。 这晚,我做了个梦。 梦里乱七八糟的。 有林毅,有苏畅,有二十岁的自己。 还有很多人在笑。 我顺着他们的笑声看过去,是蜷缩在墙角,狼狈不堪的自己。 赫然惊醒。 客厅空荡荡的,只有寄疗。 酸楚在心里滋长。 怎么可能不难受呢? 林毅出现在我真诚又热烈的年纪。 我们相识于校园辩论赛。 他往那里一站就聚拢所有的光。 可林毅冷情得很自我。 有女生大着胆子给他递情书,他连眼神都不愿多给。 可偏偏这样的人,突然有一天用近乎炽热的眼神看我。 陆同学,你愿不愿意做我的队友? 我紧着嗓子问,队友什么意思? 他依旧是辩论场上沉润笃定的声音,男女朋友,并肩同行的战友,彼此永不倒的军旗。 这句话,我记了十年,当成人生信条一样,奉行了十年。 我以为,社会厮杀的僵场上,我和林毅并肩作战。 需要我冲锋的时候,身后会有他为我竖旗的永不倒的军旗。 原来自始至终,就我一个人认真了。 可为什么会是这样? 我想不明白。 签完离婚协议后的第五天,我接到林毅的电话。 你在哪里? 真可笑。 明明是他以出差为由,不见踪影。 甚至说好隔天去民政局办手续,他也放了我的鸽子。 现在反过来问我在哪里? 我压着情绪,我在哪里应该不需要跟你报备吧? 陆宁,那你也不至于这么急不可耐。 他声音刻薄,沈渡为什么愿意跟你搞一起,你心里就没点数。 我握着手机的手指泛白,缓了好几秒,有啊。 他跟你是死对头,而我也想恶心你,我们目标一致,搞在一起不是很正常吗? 陆宁,他的声音明显失了一贯的冷静,我们离婚症还没领。 你一个女人天天夜不归宿,你不要怜我要。 我回过位,林毅回我们的婚房,发现我不在,于是跑来质问我。 我冷笑,林毅,但凡你自己回去过,也不会到现在才发现我不在。 听筒没了好几秒,你,搬出去了。 不然,留在那里,回味你和你助理的恶心。 我语气不耐,给个时间。 我们把手续办了,又是数秒的静默。 陆宁,离婚是你逼我的,你太擅长怎么把人逼得喘不过气。 他缓着语调,但我想了想,不能这么如了你的意。 要我配合你,离婚可以,脏水你杯。 这话,很林毅,很浑蛋,也让我看透他。 离婚,明明是他先提出来的。 我应该歇斯底里,低声下气地求和。 我越从容,对他来说越是挑衅。 林毅要我知道,就算是离婚,怎么离,何时离,都得他说了算。 是胜负欲,在作祟。 可他忘了,我最不缺的,就是斗志。 我去律所找苏畅,洗手间。 他透过镜子看我,姐姐是来找林毅的吗? 他语气可惜,林毅出差去了,他没跟你说吗? 我淡淡,别演了,这里没你的观众。 他一愣,然后笑。 姐姐,我一直是视你为榜样的,只是久而久之,变为不甘。 凭什么同样是人,你有体面的工作,富足的生活,优秀的丈夫,而我却不得不卑微地接受你的怜悯。 他转身于我平视。 明明论样貌,我不属你,论年纪,我还比你年轻。 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样吗? 就像现在,无论我说什么,你永远一副无所谓的清高姿态。 可你在清高又怎样,不还是连个男人都抓不住? 说到男人,他似乎找到自信,又笑。 你知道林毅为什么要和你离婚吗? 因为他喜欢乖的,听话的。 而这些,你统统没有。 仇视,野心,企图,在这一刻明明白白写在他的脸上。 我阳谋,说完了。 啪! 一耳光甩了上去。 他争中许久,满目惊悚,你打我。 你凭什么? 啪! 凭我帮你逃出你继父的家暴。 啪! 凭我花十多万资助你上学。 啪! 凭我把你当妹妹,你却成了这么个丢人现眼的东西。 苏畅猛了。 惊悚又仇恨的面容凝成一团,再无美感可言。 我逼是他,知道哪类人最恶心吗? 忘恩负义的小人,没有道德的小三,做作的白莲花。 轻蔑从唇间一出,你挺有本事啊,样样都占。 苏畅的受助者恶意给我上了现实的一课。 后悔吗? 如果有用的话,我会。 但若没有,沉溺其中是情绪消耗。 苏畅,他不配。 我看墙上的钟。 笃钉不久后,会有一场大戏。 果然,二十分钟后,我被人请到会议室。 门口聚集了不少人,在窃窃私语。 这是得多恨,小苏脸都肿了。 自己婚姻出问题,男人小姑娘撒什么气? 这不是职场霸凌吗?职场霸凌,好大一顶帽子。 受害人苏畅坐在长条桌一侧,头低得看不见五官。 肩膀一抽一抽的。 人事主管正素着张脸,林绿呢? 说曹操,曹操道。 隔着人群,林一看我的目光冷傲到了极点。 看到苏畅时,眉头紧了下,声线发沉,抬头。 我就坐在苏畅对面。 看着他缓缓地,欲聚缓迎地抬起头。 露出那张红通通,还印着鲜红巴掌印的脸庞。 两行青泪不早不晚,沿着他的脸颊滑落。 哼,坐绿柱真是屈才了。 林一转头看我。 陆宁,你要什么跟我谈? 霸凌一个无辜的小姑娘算什么本事? 我霸凌,她无辜。 我笑出声。 林一大概率把苏畅当蒲玉吧。 我突然很好奇。 她如果知道这个姑娘的真面目会是什么样子。 我今天是来解决问题的。 既然林一说要什么跟她谈。 我拉开座椅坐下。 来,谈。 第一,她自己找打,我要她付出代价。 第二,你今天就跟我去办离婚手续。 林一面色骇人。 陆宁,我说过,离婚可以,但我的条件也要做到。 她也开始罗列。 第一,向苏畅道歉。 第二,承认你对婚姻的不忠。 还真是能到达一耙。 我平静往沙发里靠了靠,将手机扔桌面。 凭什么同样是人,你有体面的工作,富足的生活,优秀的丈夫,而我却不得不卑微地接受你的怜悯。 明明论样貌,我不属你,论年纪,我还比你年轻。 苏畅的声音从沈渡的手机里传出来。 挑衅的嘴脸跟往日里的乖巧派若两人。 我看林一,林绿言传声叫,怎么没教你的助理,坐腰就得夹着尾巴,得知到规避风险。 苏畅蹭地站起,擒着泪直摇头。 林一起身,双手压在桌面。 陆宁,要不是你处处刁难他,他不会说出这些小孩子的气话。 而这些,也不足以成为你霸凌他的理由。 好一个小孩子的气话。 压抑的愤怒彻底在我心头炸开,我将一打照片甩出去。 那这些,总够了吧? 一堆照片,如雪花洒落,到处都是。 有他们长达一年的聊天记录。 有苏畅一年前在酒吧陪酒。 有他们借着公务出差去游乐景点。 林一的表情彻底割裂。 而其中一张,他更是钻到掌心发抖。 是我和沈渡在床上的照片。 难为苏畅了,找人PS的这么逼真。 只是他千不该万不该,不该找混迹酒吧的混混帮他做这种事。 他不知道,那种地方的人。 只要钱到位,万事都好说。 我几乎不用费什么力,就拿到我需要的证据。 也弄清当年苏畅为什么会去那种地方打工。 我每个月给他两千的生活费,跟那里一碗的收入,不值一提。 偏偏那么巧,被去应酬的林一壮见。 他哭诉自己是被强迫。 林一二话不问,抄起酒瓶就砸了上去。 就是那天,苏畅视他为救世主。 想想也是可笑。 我资助苏畅多年,换来他的仇事。 而林一那一下,却成了他的救世主。 更让我想不到的是,他会弄出那种合成照,寄给林一。 他无辜。 单凭这张照,我就能送他去吃牢饭。 脏水我来背。 我笑到眼睛发烫。 林一,你到底是怎么有脸说出这种话的? 林一彻底僵若实话。 苏畅贪坐在地。 周围的声讨此起彼伏。 林一,我本意是想体面收场的,是你一次又一次的逼迫。 我冷逆他,距离民政局下班还有一个小时,如果你还要脸,就别再耽误我的时间。 闹成这样,手续倒是比想象中顺利。 只是在民政局门口,他声嗓尖色问我,一年前你和沈渡,真的没有? 林一,即便是真相送到你面前,你还是选择性装瞎事吗? 他顿几秒,那现在呢,你和他要来真的。 他不是一般人,你会后悔的。 我最后悔的是跟你结婚。 我不想再跟他多说一句。 愤怒转身,意识到他问沈渡的原因。 不远不近处,沈渡姿态闲散,已在他的大汉码上,心情很好的样子。 陆宁,离婚快乐,满意了。 我问沈渡,他一脸无辜,这话从何说起? 沈渡,别以为你帮了我,我就会忘记你当年的所作所为。 顿了顿,我和林一领证实,你公然对我说过,我和他,早晚得散。 有病,这两个字是大四那年,我对着沈渡的背影咬牙切齿吐出来的。 沈渡和林一是同寝的室友。 和把高傲写在脸上的林一不同,沈渡天生自带一副笑脸。 但说他好相处吧,他要是不愿亲近,单就一个动作就能将人噎死。 比如,我将买给林一的蛋糕,分他一块。 他直接扔进垃圾桶。 我和林一领证那天,他有魂一样飘过来问,为什么是他? 我不假思索,因为他是林一啊。 那天,我的喜悦发自内心。 但那天的沈渡像是去哪里立了节,双眼发红。 看在笑有一场,我好言好语,你病了。 要不要去医院? 如果是送祝福,我收到了,你快,祝福。 他冷吃一声,你信不信,你和林一早晚得散。 我被他的话正在原地,反应过来时已经只剩他远去的背影。 后来同在一个圈子,我和他鲜少接触。 甚至有几次明显感觉他在故意回避我。 所以,那次为林一主动找他,我其实是忐忑的。 结果却很意外。 所以,林一说的话倒也没错。 沈渡确实不是一般人,论捉摸不透,非他莫属。 我偏头看他,你一语成衬,难道不满意吗? 沈渡看我一眼笑,嗯,有点。 看吧,这人是真有病。 车子停在我家楼下。 陆宁,你就不好奇为什么我从一开始就不看好你们。 不好奇,是已至此,有好奇的必要吗? 不过是,坐实自己当初的选择有多愚蠢。 我下车。 沈渡摇下车窗,露出一罐牙痞的笑,语气却很郑重, 陆宁,谢谢你离婚。 最近的雨,说下就下。 我去院子里收盆栽。 最不想见到的人赫然入眼帘。 我绕道,关门。 一股大力将门撑开,林毅挤进来。 陆宁,我有话跟你说。 我不想听。 陆宁,我错了,我混蛋。 林毅,请你出去。 我们已经离婚了,那也可以复婚。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林毅。 印象里,她很少喝酒。 她说,酒精会让一个人失去判断力。 但此刻的她明显喝多了,一身酒气,语气更是少见的沙哑急迫。 和素来骄傲自负的她,派若两人。 但我再也无法被触动,你再不走,我要报警了。 你说的是气话。 陆宁,你是爱我的。 这些,这些。 林毅拿着手机指给我看。 是我微信朋友圈里,紧自己可见的内容。 每一条,都是我曾经毫无保留爱她的证据。 林毅喉尖滚动,声嗓尖色,露宁,我真的知道错了,我们可不可重新,宁宁。 浴室里传来一声瓷沉的声音。 林毅的脸色,瞬间煞白。 推拉门开,沈肚指在腰间围了条浴巾。 八块腹肌,宽肩窄腰。 勾着唇,大大方方往这里走。 林毅这么晚往女性家里闯,不礼貌吧。 林毅嗣谎了好几秒的神,你在我妻子这里卖弄身材,才是不知廉耻。 纠正一下,是前妻,你已经是过去世,我才是正在进行事,林毅现在这话,叫不要脸。 谁能想到,动辄拿上一标的干账的两位大佬,也会打这种毫无意义的嘴账。 我请沈肚回避,有些话,确实应该和林毅说清楚。 如你所见,我有新生活了。 林毅红了眼,陆宁,我有错,但你不该用沈肚来惩罚我。 招惹她,你是在玩火。 我离婚了,跟谁玩是我的自由。 何况我再怎么玩,能有你当初跟苏畅玩的话。 她似溺水的人,抓住求生的浮沫。 我承认在苏畅身上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东西,但我没有和她发生关系。 我笑了,林毅,不是只有肉体出轨,才叫出轨,何况这不重要。 你不会到现在还以为,我和你离婚仅是因为苏畅吧? 我一字一句,苏畅恶心,而你更令我生厌。 你说你错了,但真的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吗? 林毅声音发紧,陆宁,那张照片让我失智,但你三言两语就能让沈肚退出,我很难不多想。 林毅,你看,哪怕是现在,你还在为自己找步。 我靠近以背,既然你说不出口,我替你说。 就从那个项目说起,你看似骄傲,实则自卑,你不允许你费尽心机想要的东西,我轻而易举就得到。 你看不惯我找沈肚,但又不得不趋于现实,所以你即便看到我和沈肚在一起,你不闻不问关上了门。 最后你拿到了项目,却又如梗在喉。 林毅谋色闪躲。 我继续,你收到苏畅的那张照片,第一时间也不是查真相,而是直接在心里给我定罪。 你用沉默来维护自己可笑的自尊,又无时无刻不对我进行着道德的审判,包括今天,私自登我的微信,目的无非是想坐实我情感不忠。 至于苏畅,顿了顿,你享受他对你的崇拜,你精神上早出轨了。 你之所以不去查那张合成照的真伪,还有一个原因,因为那张照片正好可以将你的不忠,心安理得化。 你现在跑来给我说知错。 林毅,如果你真的知错,就不该有脸提复合,而是郑重地跟我道歉,然后从我眼前永远消失。 平静说完这些,林毅的眸色彻底黯淡。 我起身,林毅,一个合格的前妇,活着也应该像死了一样。 林毅的颓然模样被门彻底隔绝。 但屋里,还有一个。 我找沈渡,她正反客为主地在我家厨房捣咕着什么。 她走了。 我轻恩一声,刚刚我是情非得已,我跟你道歉。 道歉不用了,先把饭吃了吧。 我吸一口气,沈渡,你现在的玩法,我玩不起,也不想玩的。 她停下动作看我,玩,为什么觉得我是在玩沈渡,我们都不是小年轻了,何必揣着明白当糊涂。 一年前的项目,酒吧小混混的线索,堂堂一个绿索高火,仗着帮我打架动不动赖我家混饭。 今天又是给我修水管,又是做饭。 沈渡这种人什么都不缺的。 金钱,地位,桃花,满足世俗定义的成功,她都有。 缺的不过是刺激和挑战。 刚巧,我性格刚硬,又是她死对头的前妻。 她想玩,找上我,无非是觉得有趣。 她有的是资本和经历玩,可我没有。 但不可否认,我有私心。 林毅太自负,纵使我跟她离婚,她一样不会善罢甘休。 其实离婚后,我好几次在门口监控,看到她出现。 我利用沈渡做我的挡箭牌。 她看出来了,配合我。 但林毅刚刚的话提醒了我。 招惹沈渡,我是在玩火。 吸一口气。 沈渡,我们以后还是保持距离吧。 沈渡唇角笑一压下,陆宁,用完我就丢,没有你这样的。 顿好几秒。 她缓缓开口。 陆宁,你经历过无望的等待吗? 久而久之,等待和忍耐成了一种习惯。 我用好多年来接受你已婚的事实,是你跟她离婚,给了我希望。 我对你,不是完。 沈渡的目光灼定在我脸上,是少年以梦,是无数失眠的夜,是我爱恋的开始和唯一归途。 所以陆宁,我从没想过完,我是在,追求你。 沈渡走了。 临走前说了一句,红汤馄饨,如果还爱吃的话,尝尝。 我看着琉璃台上冒着热气的馄饨,记忆被拉回十六岁的夏天。 张阿婆拉着我的手,明明以后记得回来看阿婆。 我重重点头,阿婆的红汤馄天下第一好吃。 傻丫头,就你和小杜一直来光顾我这个老婆子的生意。 阳光下,少年一身校服,稀碎刘海落在前额,安静地站在槐树下。 我对她有所耳闻,打架很厉害。 所以,每次我都故意坐得离她很远。 我俩吃完馄饨,会互不干扰地写作业。 有时候很晚了,她还会偷偷地送我回家。 那条巷子很黑,会时不时出现几个地痞流氓。 但每逢有地痞靠近,身后不远的地方,就会有酒瓶碰撞出叮铃匡当的响。 我知道,是她。 我看到她从阿婆那里捡了几个空酒瓶。 胆子瞬间就大了。 等我进了家门,我趴在窗户上看。 果然,酒瓶被她丢进我家门前的垃圾桶,然后她插兜离开。 后来搬家转校,我回去过一次,阿婆已经病逝了。 从此再没人知道我喜欢红汤馄饨。 至于那个少年,也逐渐被我淡忘。 后来上了大学,我的眼里只有林毅。 全然没有意识到,林毅的室友沈渡和那个少年的模样几乎重叠。 再见沈渡,是三天后,我去找她道别。 她眼眶如当年得知我和林毅结婚时一样,红得像病了。 但还是克制问我,去哪里? 我答,完成人生to-do list上最宏大的一项,环游世界。 她默了好一会,没挽留,没多问,直到,什么时候? 我送你。 今晚,她又沉默许久,最后归结为一句。 陆宁,真不愧是你。 机场,我主动抱了沈渡,谢谢你。 沈渡的心意,说不被触动自然是假的。 但现在的我,理性多过感性。 我已经在婚姻的沼泽里深陷过一回。 沈渡要的,我回应不了,至少现在不想。 我轻拍她后背,如果有合适的女孩子,她打断我的话,注意安全,照顾好自己。 陆宁,我会一直在。 我后退,手举过头顶,你呀,怎么就爱一条路走到黑呢? 她的声音追过来,陆宁,我从来就只有你一条路。 还真是执拗。 算了,随她吧。 她的坚守我阻止不了。 就连我自己,未来会怎样都不确定。 未来的事,通通交给未来吧。 番外,沈渡视角,我从没有见过陆宁这样的女孩。 一旦认准了一样东西,就死磕到底。 比如一碗平平无奇的红汤馄饨,她可以每天都吃。 但我觉得我们是一类人,我可以为了她,也每天都吃。 说的好听,是专一。 不好听,是偏执。 而我很快悲哀地发现,陆宁把她的偏执用到了林毅身上。 我费尽心机打听到陆宁填报的高考志愿,跟她考进同一所大学。 清晰地记得,那天天气很好。 她双目灿然看向我。 心悬停高空,然后摔碎。 她的视线穿过我的肩。 林毅出现,她视线追随。 那一刻我知道,我完了。 那天晚上,室友开玩笑,林毅,我看民伤的戏花好像对你有意思。 林毅漫不经心,争强好胜这款,不是我的菜。 可你搞定它,还怕咱戏辩论队打不进全市。 那天,我跟林毅打了一架。 她只觉得我还在记恨她,按相操作抢了我辩论队队长的机会。 我是恨,不是恨她动手脚。 是恨自己为什么当初那么佛系。 因为后来我发现,陆宁之所以执着于林毅,便是在赛场上与她一次一次的交锋,让她记住了她。 陆宁不是我所以为的女孩,她要势均力敌,要比肩而立。 等我反应过来时,已经晚了。 再后来,我看到林毅和陆宁表白。 她那么快乐,是我从未见过的模样。 双目璀璨,抱着林毅像是拥有了全世界。 可我的世界它了。 后来,他们一毕业就领证。 我失去理智,问出压在心底很久的话,为什么是她? 她眼神坚定,因为她是林毅啊。 还有什么比这个回答更一记致命? 我努力接受陆宁已婚的现实。 我做到了,但又没完全做到。 我像是活在暗处见不得光的蟑螂,偷窥着她的幸福。 我很痛苦,但我学会了忍耐。 久而久之,觉得忍耐也是那么的轻而易举。 可后来,我发现陆宁并不幸福。 她玩命一样为林毅拉项目。 全然忘记自己是一个女人,酒桌不该是她厮杀的地方。 有一天,她喝多了,我们狭路相逢。 迷迷糊糊中问我,沈渡,是你啊? 你为什么总跟我家林毅过不去? 为什么她的项目,你总要抢? 她明明舌头已经打结,我家林毅四个字,咬得很轻。 我第一次出口骂她,傻瓜。 路宁勇敢,聪慧,欲风可振齿。 欲还可披浪。 偏偏对林毅收敛所有锋芒。 甚至在意识清醒的时候,放下身段找我。 她明明是骄傲的,但还是求我。 她不知道,但凡她想要的。 我恨不得双手奉上。 可即便如此,林毅不满足。 舒畅的出现,是必然。 林毅想要的,是满足她掌控欲,换养保护的兔丝花。 陆宁注定不会是。 果然,陆宁令未遇遂不为瓦权。 爱一个人时可以为她倾尽所有,不爱时决绝抽身。 所以,她说她要放弃一切去环球旅行时。 说真的,我不意外。 她对自己有清晰的规划,身上蓬勃向上的劲,永远不曾为你。 那我甘心吗? 自然不。 但我有耐心。 我最不缺的,就是对陆宁的耐心。 她只管肆意生长。 不论多久,我都在原地等她。 番外,陆宁视角,我直飞罗马,从罗马假日里的斗兽场开始。 再到佛罗伦萨,感受千年历史文化带来的灵魂震撼。 看过草原群路,海上日落,山间朝霞。 经历跨境夜火车,红眼航班,机场过夜。 也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人。 我在朋友圈大大方方分享。 收获一通点赞。 前同事安娜来私信我。 说我环游世界也一年多了,有没有忘记这个人。 照片发过来。 是苏畅,一个人挺着运渡在医院缴费。 一年多时间,像是经历了十年的蹉跎。 还没等我细问,安娜又刷刷刷连发几条, 苏畅被你送进去没多久就被取宝出来了,怀孕了。 说是林毅的,林毅不认,她就在她律所里闹。 后来闹太难看了,林毅直接报警了。 你猜小姑娘多狠,直接反告林毅强奸。 后来发生了很多事,总之林毅被吊销了律师证。 虽然林毅不是个东西,但后来确实证实苏畅肚子里的孩子不是她的,你猜谁的。 港深的江总。 这苏畅做三上瘾了吧,那江总可以当她爸了。 还有,苏畅肚子里孩子没了。 在医院,江总老婆找过来,揪着她头发就往墙上砸,当时血流了满地,造孽啊。 我想过,苏畅如果还是执迷不悟,一定不得善重。 但呼吸在这一瞬还是牵扯出难以言喻的痛意。 人从来不分高低贵贱,但品格分高下。 当她知三当三,为成为男人附属品而沾沾自喜的那一刻,就已经注定了她的结局。 这样的人,不值得同情。 我浅浅回复了一个表情包。 见我异性阑珊,安娜换了话题。 于是下一秒,我收到一段视频。 拿下最佳律师团队的庆功宴上,所有人都一起风发。 说真的,看过太多金发闭眼。 这一刻,对他们的想念像气球在心间一点一点膨胀。 然后在看到角落某个身影时,心颤了颤。 沈渡长身鹤立。 黑色大衣勾勒出她奇长高大的身姿。 没有往日散漫不羁,也没有一贯的笑意。 过分沉静,周遭喧嚣似乎都与她无关。 我隐隐动容,问安娜,你们现在还好吗? 好是好,多亏你。 老大让我们加入她的团队,只是她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。 像是没有感情的赚钱机器,她也不缺钱啊, 搞不懂这么拼做什么。 她很忙。 何止是忙,一天都不休息的,好像工作一旦停下来,会要了她的命。 宁宁,我们现在可羡慕你了,可以全世界的飞。 对了宁宁,前段时间老大还说到过你。 说我坏话。 老大说,看过世界美好,灵魂会得到滋养,受过伤的血肉就会重新长出来。 或许那时,你就回来了。 前同事口中的老大,是沈杜。 我离职那会,他妥善安排好了我的团队成员。 他应该是真的忙。 忙到我那么多条朋友圈,他一个赞都没点过。 过分刻意地不打扰。 我的视线落在安娜发的最后一条微信上,看了许久关掉。 提起行李箱前往我此行的最后一站。 南极。 冰川和大海相拥,是世界的尽头。 曾经觉得遥不可及的地方,居然真就出现在我眼前。 在第九天,我终于看到了极光。 光幕从天际缓缓升起,从淡绿到身子,翻腾起流动的画卷。 波澜壮阔。 原来宇宙的能量,真的会让人惊到诗语,只剩泪流满面。 我捂着心口,感受它囚禁有力的跳动声。 造物的伟大和意义,我了解了。 我所经历的那些幽暗,痛苦,是那么的不值一提。 我已经重振旗鼓,有足够自信往前走了。 下一秒,我架好相机,脱去外套。 将身穿火红比基尼的自己,定格在这片宇宙终极的浪漫中。 然后打开微信,选中那个一年多不曾点开头像,还在吗? 对面秒回,在我选中刚刚的照片,发送。 配文,最后一站打卡结束,8月15号回国。 全文完。